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A委員 玉蘭發言 主席 蘇院長 各部會首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前幾天海巡署發生了 有六名越南偷渡犯脫逃的事件 但是他們立刻就啟動了聯合偵查的模式 所以在不到48小時之內 就抓回了其中的四位 還多抓了一個堅硬的嫌犯 本席也看到在海巡弟兄執勤的時候 都有完整的防疫裝備 本席對此要對海巡署表達肯定 但是前幾天 本席又接到了一個媽媽的電話 她憂心忡忡地說 她的孩子正在服刑 她說孩子犯錯 她應該要受罰 可是總是要讓他們有口罩可以戴吧 其實本席早就關注到堅鎖的口罩問題 因為在疫情爆發後 義大利 哥倫比亞 巴西的監獄都出現過暴動 造成嚴重的死傷 因為囚犯會擔心感染 美國 韓國 日本的堅鎖也做出了因應的措施 我在接到那個媽媽的電話之後 再進一步的了解 目前監鎖的員工和受刑人 一共有六萬八千多個 截至3月23日 總共發放了三十一萬兩千四百七十四片的口罩 監鎖的矯正人員 平均每個人每天可以分到0.25片 但是收容人只能分到0.19片 難怪媽媽會擔心 我們都知道監鎖是密閉的空間 一旦有人染疫 非常容易造成群聚感染 沒有口罩會造成求情的浮動 更何況台灣的監鎖超收嚴重 因此本席呼籲 首先我們應該要提供 介護區扶勤的矯正人員 足夠而完整的防疫裝備 口罩 護目鏡 防護衣 以及消毒的用品 第二 我們對於收容以及會客接見的流程 應該要有防疫的SOP 那也應該要妥善相關的配套措施 最後 本席在前幾天的總質詢中 蘇院長和內政部長都拍胸脯保證 我們警察 消防 海巡 移民 以及在監鎖服務的同仁 都會有完整的 足夠的防護裝備 期待政府信守承諾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委員 接下來請楊瓊英委員發言 院會主席 由院長 行政院 蘇院長 蘇領軍的團隊 各位同仁 新聞界的朋友 楊瓊英要說 媽媽很擔心 防疫不卡關 口罩 關海關 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目前經過我們的統計 在海外的留學生 我們計達有七萬多人 千呼萬壞一直吶喊 希望將海外的留學生 是我們自己的孩子 要怎麼樣解決口罩的問題 終於 我們聽到了 行政院初步的規劃 是要讓二親等內的家人 需要準備關係證明 包括戶口名簿 向海關辦理 曝光才能夠將限量的口罩 寄給海外留學生 父母將一週 僅能領的 依照我們防疫中心 一週三片的口罩 要寄給在海外的孩子 但是必須還要準備 戶口名簿 經由海關相關程序 暴准並加注後才能夠出口 對家長而言 是否是在玩防疫整人遊戲啊 因為全球的疫情蔓延 尤其是歐美地區 相繼的淪陷是重災區 現在有很多海外的郵局 也沒有在寄送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更讓家長非常的憂心 因為在整個海外的社交文化的衝突 以及面對防疫觀念的一個制度 讓這些家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憂心 所以因此我們在這邊 終於得到行政院初步規劃 但是這個跟行政院在宣傳口罩亮人 有巨大的一個情境的反差 完全跟不上口罩外交的豪氣跟效率 所以我們也非常清楚 從規劃沿泥調查到發放到寄送 這一片口罩要送到我們海外的孩子的手上 不僅要喘關千里 而且許多的家長聽到 只要像陌生的海關要爆出口 他就覺得很緊張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體會到 也能夠體諒先顧好 我們國內生產的分配式以口罩 但是我們要問 日產號稱將近達1350萬片的口罩 這些隱藏版的口罩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要再一次的強調 這不是國際貿易 我希望在這邊來呼籲拜託行政院 要希望能夠更快的找到有效的方法 解決我們海外學生青年的口罩難題 謝謝楊委員 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發言 大會主席 郵院長還有蘇院長的團隊 我想2018年地方百里猴之戰 中選會在一二四九合一大選 一舉創下了跨日開票至凌晨3點42分 以及邊投票邊開票 兩項台灣民主的奇蹟 這兩項前所未聞的創舉 也讓前主委陳寗前成為史上最糟糕的主委之一 當時中選會從政務主委到旗下所有的委員 只顧挖空心思替執政黨助選 將選務工作辦得一塌糊塗 當時中選會先公告行政院所提供的案 七到十六案意見時 然後再修正意見書來取代 此舉不但讓民眾或謠無所適從 更影響公投投票的意願 更害了中選會花了931萬的撤銷公告 工程會認為此舉造成國庫的損失 結果在工程會認為這是違法 判陳寗前要罰20萬 這20萬的罰款也許補不上中選會當時 931萬的損失 但是更難彌補是中選會公正性 以及我國被摧殘的民主精神 中選會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要成為需要有特定 不能有特定政黨的背景 才能夠維持其超然的公正性 但是現在的主委李進勇 以及一些地補的委員 清一色都具備了綠色的背景 顯然不符合超越黨派人士的定義 本習當時堅持要民進黨退回中選會的人士同意案 但能遭民進黨以多數暴力來強度觀山 當天也成為我國民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本習再次呼籲民進黨政府 民主的成果是一點一滴的累積 難得不易 卻可能因為不當的作為 下一戲來流失回憶一旦 民進黨政權下的中選會 在塞滿綠營人士之後 已徹底淪為奉行黨議的打手黑機關 因此本習認為中選會的組織法 應該重新的考量有其必要 首先要從任用資格的調整 應避免任何政黨派系色彩人進入中選會 接下來該做的就是全面改組 換掉這些不公正以及不專業的這些委員 將中立客觀形象還給中選會 將公正的選舉還給全民 以上 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請溫玉俠委員發言 議員長 蘇院長 各部位首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 本習今天要說的是 減稅讓紓困更有感 受到新冠肺炎的衝擊 全球許多國家都採取揮償手段 因應疫情搶救經濟 包括美國 英國 日本和義大利 已經有將近90兆台幣的大規模金額 投入紓困方案 我們的行政院也編列了 600億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包括服務業 製造業 以及旅遊運輸業 同時 防疫價已給薪資 公司可以減稅 中小企業 紓困貸款也不限產業 受到影響的企業都可以申請 本習在這裡肯定行政團隊對於紓困條例的各項作業規劃 不過 政府不應該僅僅就企業經濟 也應該就企業員工和廣大民眾的生計 就經濟最直接的辦法當然是 減輕受困民眾的企業和繳匯的貸款 針對繳匯 目前最大的問題就在於 許多企業已經陷入危機 幾乎根本沒有營收的窘境 就像濕水的盆栽 即將枯萎 卻還必須繳稅 支付員工薪水 以及租戶帳單的利息 減稅如果僅僅是提供企業 就防疫價給新的部分可以減稅 這樣真的可以緩解企業的沉重負擔嗎 真的能減輕財源或倒閉的恐慌嗎 本習呼籲 暫時性的大規模減稅方案才能讓人民有感 透過減稅去刺激經濟增加現金流動 並且改善薪資階級的收益 讓企業和民眾都能正常上班正常生活 另外 政府應該考慮因疫情實施給薪病假 防疫照顧補償價等措施 幫一般民眾承擔因為疫情所造成的傷害 至於貸款紓困方案提供新增優惠貸款 和具有貸款的展延 這些辦法都很好 但相關部會必須敦促銀行 盡速完成作業規定 我們的民眾看到效率 讓我們的民眾有感 即使以才能即刻解救 受創的企業和民眾 把國家整體經濟穩定下來 以上是本席建言 謝謝 謝謝溫委員 接下來請離多為委員發言 我們都跟嚴重 很 extści 會議 為您 聊天 委員辦 組合 政慶 人偶 以及在場所有的立委同仁以及媒體朋友 我想今天本席在國事論壇所要提出來的是 大家都知道現在新冠肺炎的肆虐 對於國內產業界影響非常的大 我們光以觀光產業為例 最近在台北、新北、高雄、花蓮、宜蘭各地 都有許許多多的飯店歇業 我們也看到台北市老字號的大三園餐廳 以及世貿聯誼社等也都紛紛準備停業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想其他包含航空業 包含旅行社 包含遊覽車的業者 大家的受傷都非常的慘重 那也面臨了巨大的損失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的政府如何來協助大家 讓產業能夠穩定 而維持企業的生計 以及勞工的收入 我想台灣人在這一波的疫情當中 我們大家重視的是 產業不能崩潰 而家庭不要失業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當然我們也洗取我們的行政部門 是不是我們目前的紓困 以一千億的這個規模 相較於其他英美的國家 甚或亞洲其他的國家 算是非常的保守 那去年其實央行也特別提到 我們政府尚有GDP10.5的一個 舉債的空間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是不是政府可以有更大膽的一個舉債 投入必要的短期的紓困 以及公共的建設跟投資 在這個部分裡面 當然希望我們的行政部門 能夠好好的來思考 另外失業的勞工 在家有失業的補助 而最近大家看到 許許多多無薪假勞工的出現 在這個部分裡面 是不是我們的行政部門 也可以來思考 如何來協助這些無薪假的勞工們 是不是可以發給大家基本的工資 這個部分也希望我們的行政部門 可以好好好好的來思考 總之 新冠肺炎的肆虐對於國內 以及世界的影響非常的大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好好的因應 謝謝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林思敏委員發言 由院長 蘇院長 以及所有的內閣團隊 我們各位委員同仁以及媒體朋友 我想截至3月26日 18時指新冠肺炎全球確診人數已達到480489人 死亡21590人 而台灣累計確診病例252例 兩人死亡 依據主計總處於3月12日發布的經濟預測 在武漢肺炎疫情的衝擊之下 今年的GDP成長率仍可維持在2.37%左右 假設疫情在未來三個月 仍無法降溫將影響民間消費 使經濟成長率下滑0.35至0.5個百分點 隨著病毒在全球擴散加快且持續 在疫情的告急情況下 許多國內產業影響甚至 政府稅提出第一波的紓困方案 初步匡列600億經費 顯然不服使用 行政院於前天3月24日緊急再加碼400億 第二波紓困方案主要以降息 減價 環繳 針帶等四大方向為主軸 然而受疫情影響最深的是台灣的觀光產業 再來是許多民眾因為擔心染病 不敢外出消費 實體零售業 餐飲等產業遭受打擊 甚至成為經濟部規劃振興抵用券 刺激民間消費的主要對象 可是政府並未考慮到的是 受影響的產業下 仍然有一群辛苦工作的人們 他們即將面臨失業的危機 振興抵用券雖然用意良善 但是抵用券的使用方式 僅是補助企業生存 且僅僅匡列了23億 實在無法實質地去振興經濟 增加內需 有鑑於此 本席在此預請行政院 因比照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 發放全民消費券 讓消費券使用方式 比照現金不限制用途 才能未來在疫情趨緩的情況下 刺激民眾外出消費 真正增進國內市場內需 以上 謝謝 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請李貴敏委員發言 主席 議員同仁 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新冠病毒的肆虐 全球災情慘重 在一個月以前 本席已經在國事論壇的機會 提醒我們的行政團隊 新冠病毒對台灣經濟的衝擊 將是繼2008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在這個月的月初 本席再次提醒行政團隊 要積極的準備 可是行政團隊 卻輕忽地回答說 中國的疫情已經趨穩了 如果供應鏈有斷鏈的情況之下 用補鏈 用換鏈就可以解決 在憂心之餘 本席更發現 在歷年來所做的經濟目標的預測 居然 今年 109年 沒有任何的經濟目標的預測 禮拜二 在總質詢的時候 本席告訴院長 我們各個單位 各唱各的調 主計處說 我們經濟的預測是2.37 我們的主計長說 我們的經濟預測是2.2 然後 我再次詢問院長的時候 總算有了一個答案說 109年的經濟預測 會是2.2 可是這個2.2的保鮮期 居然只有兩天 在昨天的時候 國發會說 如果嚴重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經濟預測 會是負的1.4 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僅要懷疑 我們在台灣在疫情的控制方面 因為有疫情指揮中心的關係 所以相較於其他的國家 的確控制的是比較好 所以我們也要肯定 我們所有的醫護人員 還有我們第一線的 這個疫情防治的人員 但與此同時呢 我們也看到了 其他的行政單位呢 幾乎是停擺 怎麼說呢 我們舉個例來看 前兩天本席詢問國安局的時候 國安局說 對於以色列的監控技術的來臺 他不知情 他的訊息是來自於衛福部 交通部 上個禮拜我詢問交通部 機師的部分有沒有人確診 交通部信誓旦旦地說 國籍的醫師或者是空服人員 沒有任何的確診的案件 可是實際上 在昨天這個交通部又說 我們發現華航的部分呢 的確是有機師跟空服人員確診 所以我們必須要講的 在現在對疫情 對台灣經濟衝擊的一個現狀的情況之下 台灣除了疫情防疫中心之外 我們真的需要有一個財經的危機的指揮中心 讓各個部會鑽緊螺絲繼續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各個單位只要做自己做對的事情 台灣才能免於災害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洪孟凱委員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 我想昨天我們看到有一則新聞 正是震驚我們全台灣 有英國籍跟澳洲籍的情侶來到台灣做轉機的部分 因為要居家隔離 而他們變稱說自己沒有費用 無法負擔 我們花蓮縣政府馬上協助以最方便的一個居家隔離所 來幫他們做一個隔離 而一天只收三餐費用250多塊錢 一個人住八人房 這樣的一個好山好水好環境的一個貼心服務 居然還被將英國籍的女子控告到BBC 講說這個是向監獄的做法 本席在這邊鄭重的把這事情點出來 也認為英國籍的女子根本在誣陷台灣 你是在哈囉嗎 如果說這個真的是屬實的話 因為堅佑傳出說 當她14天居家隔離期滿之後 還可以領取我們的居家隔離補助 一萬四千元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本席在今天鄭重的要求 我們絕對不能發放一萬四千元 因為這根本就是對於台灣 這段時間防疫的努力 以及我們全國人民上下一心對於疫情 以及對於國外觀光客 我們給予的必要協助的嚴重打擊 我們要說當時振興紓困條例 我們不分朝野 共同一致通過的時候 就是其中很重要的防疫隔離的今天 一天一千元 我們當時考量的就是國內的很多民眾 也許他會有生技上的需求 也許他會有生技上的不足 也因此我們以一天一千元的方式 來給他居家隔離照顧 但是今天這樣的一個外國級的人士 來到台灣 想用我們台灣的資源 想用我們台灣的人情 想用我們所有公務同仁 對他們的一個照顧 不僅不感恩 反而還在國際社會上 污衊台灣 在居家隔離的部分 所做的一切努力 我們要說如果今天他們居家隔離期滿 還可以讓他領到一萬四千元的全民納稅錢的話 那分明就是把台灣人的熱情 台灣人的良心 台灣人的善良 熱臉貼向冷屁股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次強調 今天面對疫情 我們以最謹慎樂觀 以及小心翼翼的態度 全體國人兩千三百萬人 上下一心 我們要共同努力 但是如果有任何不實的一個報導 我們請相關部會都要予以反駁 並且我們要求這些英國級人士慢走不送 謝謝洪委員 接下來請陳以信委員發言 由院長 蘇院長 還有本院同仁大家早安 針對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經濟衝擊 政府已經發布第一波六百億 第二波四百億 總計一千億元的經濟紓困方案 與目前台灣GDP總量 大約18兆台幣的規模來看 大約是百分之零點六 到底這種規模夠不夠 我們自己說話不算數 我們應該與世界其他主要的經濟體來做比較 目前德國紓困方案 大約是八千億美金 佔德國GDP總量的百分之二十 英國紓困方案四千億美金 佔英國GDP的百分之十四 美國紓困方案兩兆美金 是世界最多 佔美國GDP將近百分之十 而與台灣相近的韓國 紓困方案大約八百多億美金 也佔韓國GDP的百分之五 然而台灣的紓困方案 竟然只有不到百分之零點六 只有其他國家的十分之一 甚至是二十或三十分之一 這到底是我們自認為 台灣的經濟體質特別的強健 所以世界各國都怕經濟緊縮 而台灣不怕 還是說我們的政府太過於輕忽 嚴重低估了未來幾個月 台灣經濟所可能遭遇到的重大挑戰 畢竟如果真要比照其他國家的經濟紓困規模 台灣就算上升十倍增加到一兆元台幣 其實相較之下都不算多 尤其當前的紓困方案中 提供企業的紓困貸款或融資保證的規模 其實相當有限 既沒有直接提振消費的發放全民消費券的計畫 也沒有針對企業可能大規模倒閉或解雇 而產生大量失業勞工所需要的失業救濟金 因此本習要在此提醒行政院 勢必要及早規劃第三波經濟紓困方案 畢竟現在搶救經濟的重要性 就像是在做CPR 而做CPR的時候 需要的不是OK棒 需要的是強心增 本習希望行政院能夠及早規劃第三波 振興經濟的強心增 相信本院委員以及國人同胞都會支持 謝謝 謝謝陳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均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謝謝